先来关注甘肃基石山县地震之后 许多学校无法正常上课 陆军官兵就在当地搭建帐篷小学 照看小孩同时为他们讲课 那另一方面呢 跟随部队赶赴灾区的军医 就继续挨家挨户的寻诊 保障在寒冷天气之下的受灾民众的健康 在进入救灾的第三天 陆军官兵搭建的镇区首个帐篷小学 21号正式开课 好 同学们 我们再背一个惩罚口诀 六个惩罚口诀 谁会背啊 好 那个同学来 基石山县许多学校受灾情影响 无法正常上课 而由于民众都加入了灾后重建工作 驾众小孩无人照看 陆军官兵随即在萧红平村的临时安置点 搭起了帐篷学校 学校除了有村内的老师上音乐课之外 还有大学生士兵为孩子上课 帐篷里目前空间所限能到40到50名学生 考虑到附近这些村子还有好多受灾的 孩子可能会逐渐增多 我们计划下一步搭设两到三个帐篷 能保证100到120学生在里面上课 而在大和家镇 由于天气寒冷 为了防止受灾民众出现发烧感冒等疾病 有军医就到镇区出诊 他们穿梭在帐篷和村庄之间 为深处临时安置点的民众寻诊 睡得怎么样 体温不高 地震发生后 军医第一时间跟随部队赶赴灾区 为受灾民众诊疗 在受灾最严重的陈家村 爱家爱护寻诊受伤未转移的民众 国家卫生健康委早前表示 除了对中症伤员加强医疗力量 正分夺秒全力救治外 也要同步做好 再去卫生防疫和日常疾病诊疗服务保障 特别是保障寒冷气候下 再去民众的心脑血管 呼吸系统疾病等得到及时诊疗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